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特别的向你祝贺 获得了2016年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的冠军 那么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析分享的 对 那么这次奥赛其实是我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 而与转提莫的合作呢 其实恰恰开始于奥赛之前的一个多月 之前的一个夏天 对 所以我也希望那么大家可以通过Tradimo这个平台 更多的关注到咱们的在线交易学习 同时也关注到我们的国际象棋 希望能够让两者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好 那么也祝愿你能够带领你的交易战队能够挑战成功 好吗 谢谢 好 那么我们一起加油 好 我们一起加油 那么下面呢 就进入到我们的QQ群 正式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 侯亦凡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学得谋的官网上搜索一个模板 看到了吗 在这里呢 下载Tradimo轴心点以及Tradimo模板下载这两个软件 那么具体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通过Tradimo的官网来看一看如何具体来下载 那么下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MT4的交易软件上就会形成这样的效果 在图表当中呢 我们可以找到模板 这个Tradimo template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到的那个学得谋的模板 好 那么这个交易策略 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要在MT4的平台上在这里切换到30分钟 在整个的交易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要的交易工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的K线图 每一个蓝色的K线图代表上涨 每一个红色的K线图 K线代表下跌 这个是来代表整个价格的走势图 那么除了K线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和红色的这个横线 绿色和红色的横线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日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和压力位 支撑位和压力位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价格很有可能在这样的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反转的一个动作 那么如果没有反转而突破了呢 那么很有可能会继续向这个方向下一个方向去继续进行 那么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小小的三角 这个东西在我们MT4的工具里叫做分形 好 我们只是需要通过三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判断市场的一个方向 那么具体如何判断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切换到30分钟 我们要看市场的价格在30分钟当中 最后一个突破的分形的方向是哪里 好 以今天为例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最后一个被突破的分形的方向 它作为我们主要进行交易的方向 我们看一看 在格林一致时间的8点钟 我画红色虚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上开始 最后一个被突破的分形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是向上 好 那么突破之后呢 我们会基本判断市场的方向 在后市大概率是向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切换到5分钟 切换到5分钟之后 在 红色虚线之后 我们要等待反方向的突破 5分钟 5分钟上 分形反方向的突破 大家看是在这里 突破之后我们就要等待 价格再次和30分钟突破的方向 方向相同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作为入场的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市场的话 如果从这里入场的话 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盈利的空间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盈利的空间 怎么样 华语凡 明白了 这回 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对这套交易策略的一个基本逻辑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套策略的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涨了还会再涨 如果下跌的话还会继续下跌 举个例子 比如说4G的温度 比如进入到秋季以后 肯定是温度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对吧 那么秋季呢 就像是30分钟这个图表上的一个方向 这个整个温度是越来越低的 那么30分钟 那5分钟呢 就像是我们每一周或者是每一天的这个温度 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温度的方向是越来越低 这个逻辑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30分钟 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时间周期的方向 那它一定会和相对较小的一个时间周期的方向是相同的 小的方向一定会跟随这样一个大周期的方向是相同的 这样是这套策略的一个主要的逻辑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找一个例子 我们这是前天的一个价格走织图 好 我们同样呢 我们同样可以在 8点的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我们的时间节点 实际上这个时间节点出现的更早 交易的机会出现更早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8点的作为一个我们 路上交易的一个 一个时间节点 8点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最后一个突破分形的方向是哪里呢 是方向是这里 我标注了 最后一个突破的方向是向上 好 那么从这里开始呢 我们就要把它切换到5分钟 在5分钟当中 找到 首先要找到跟30分钟方向相反的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分形 这个分形在哪里呢 这个分形 应该是这里 应该是这里 交易 那么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区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区域当中 市场其实是接近于横盘的 接近于没有方向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两种选择 首先第一个选择 我们要进行一个交易的止损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我们可能要 要观察 好 我们再观察5分钟 价格趋势 趋势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要同时要切换 常常的切换到30分钟 看看 最近的30分钟 有没有和之前30分钟 相反的突破的方向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9点 在9月21号的13点15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价格已经向下 进行了一个突破 突破的节点是在这里 好 突破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 把价格图 再次切换到5分钟 切换到5分钟之后 我们要找到 与方向 与30分钟方向 相反的一个分行突破 那么这个突破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要 把价格图 如果把 1.115512 这个位置的 反方向突破 作为一个 我们入场的参考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 交易的入场点 应该是在这里 1.11455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的交易盈利呢 盈利的空间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交易的一个盈利的空间 基本上呢 这样的一个交易思路和策略的一个逻辑的话 就是这样了 逻辑思维啊 还是这种 可以说是专业化的操作吧 好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块 一起学习 周末一块 谢谢大家 周末一块 好 拜拜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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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